台北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一起投資 一起變老人 我是尤庭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與台來賓資深分析師 陳建雄 陳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浩浩以及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我們看到最近台北股市 雖然已經陸續佔回了季線 不過落後美國股市還有一大段 現在美國股市四大指數 都已經陸續佔回了半年線 而且道瓊是即將要挑戰年線關卡了 可是與此同時我們看到 台股第一 有一點落後補漲 不過老實說 也是有一點漲得比較虛 畢竟成交量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放大 一直到我們錄影的前一天 那時候我記得台北股市 是好不容易佔上了季線 外資還賣了50億 所以現在外資的系統單 完全沒有想要回補的意願 那台北股市似乎也是內資在做拉抬 如果我們以小台多空比的角度來做觀察 目前散戶是偏空居多 所以有沒有後續的一些軋空力道會持續 我們待會從大盤的角度來做一些思考 那與此同時 我們今天也特別來看一下 最近網通股稍微有所回檔 是不是一個布局在向上 賺取短期暴走的一個空間呢 那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都很清楚 電子的庫存量 庫存量不斷的報表當中 這一些隨著庫存不斷股價 徹底的代工股 或者品牌概念股 華碩 宏基 廣達 人保 這些股票隨著高值利率 價值的投資浮現 能不能來做一些建倉呢 待會兒都來跟各位做一些分析 我直接先問一下陳老師 雖然漲過季線了 但是我總覺得漲得很虛 尤其量還是縮的 散戶好像融資魚兒 也沒有大幅上揚的一個趨勢所在 那按照這種台北股市的結構 未來是持續的向上拉動 還是說漲到這樣一個點位就漲不動了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 那麼其實技術面會稍微領先一下基本面 現在為什麼融資都沒有進來 最重要是因為現在目前市場上 還是很多的利空消息 那麼包括像電子的高庫存的問題 那這一次的網通股呢 因為它庫存比較低 也就是它供應鏈恢復正常之後呢 之前是因為斷電的關係 所以他們沒有做的很多的庫存 那現在呢因為庫存呢 開始慢慢的在做調整的情況之下 反而上游的庫存居高不下 那下游呢反而庫存減少 那庫存減少呢 也是因為呢整個呢 市場上呢認為呢 這個網通這個族群呢 他們的業績也發表說 他們對下半年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 所以它股價是先漲一段上去的 但是股價呢通常它先漲一段以後呢 通常都會有個技術性的一個賣壓存在 所以我認為網通股呢 應該整理完以後休息以後 是還會再漲 那整個行情整個大盤在這個地方呢 我認為後面因為融資都沒有再做增加 散戶大部分都沒有進來 那也就是說散戶如果說沒有進來的話呢 如果在多頭市場裡面呢 基本上通常的高點都建在融資 比較大幅度增加的時候 那如果融資都沒有進來的話 表示這個行情是基本上中長期是沒有走完 可能短線上過了季線完以後呢 這個比較大在前波的低點 在15616點到15687點這個地方 這壓力比較重 那這個地方可能一次沒有辦法越過 那這個成交量來講的話 也不能爆出太大 如果說爆出大概2800到3000以上 那可能爆大量表示呢 這個籌碼已經 前面套到籌碼就跑出來了 那比方套到呢 這個籌碼散出來完以後 指數就開始進入整理了 但這個基本上還是算整理 因為不能算說它開始走空了 只能說這個地方漲多了 那麼第一個它需要籌碼新出一個換手 那第二個呢 也就是說呢股票有些呢 漲圖比較大的地方它也需要一個整理 那麼低檔區的股票 我們看最近開始看到一些創維啦 看到一些所謂的低檔的先堂 叫金鴻等等 這些低檔的股票都有在做補漲的動作 所以目前多頭市 目前來講的話 市場上的資金是蠻多的 一直在做一個 有題材就進場 有其他就進場 那當然這個地方也會有軋空的一個效應 像這個 像這個輪飛 那今天就直接跳空漲停 它的卷資比已經高達將近快要 快要八成了 那像這種高卷資的股票呢 在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可能也會帶動一些 相關的高卷資比的個股 往上來做一個軋空 因為目前市場上看空的 言論是比較多的 市場上還是比較擔心說 電子股的高庫存問題 那這個地方當然 電子股的庫存問題 當然可能要等到明年啦 明年初 明年上半年 或者甚至有些公司看得比較悲觀的 看得甚至要到明年的下半年 這庫存問題才會解決 但是這個未來的景氣呢 基本上 大家也看不太準 因為你看在低檔區的時候 大家都看得很空 看得很壞 那時候 那時候呢 大家都想說庫存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後來 大家現在發現 庫存那麼嚴重的時候 股票已經開始慢慢的 利空不跌往上面漲了 所以我認為 目前這個行情基本上 應該呢 到這個短線上 到15616點這個地方 以上這個地方 可能會開始進入震盪 但是我認為 各股上還是有表現的空間 照陳老師這樣的一個分析喔 是不是說台北股市 在本輪的空投格局當中 可能最低一點已經見到了 那目前在一個 緩牛即將未來迎開的 新一波的牛市氛圍當中 那的確它會受到一些震盪 但是 如果說短期內的這一波漲勢 我們可能還是要等到 融資有大幅上升 散戶轉多之後 才有可能結束 所以可能短期我們受到一些 壓力線的一些這個賣壓啦 或者說系統單的一個出勤 但是喔 整個牛市的氛圍 或者說整波多頭的拉抬 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鬆結的現象 對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 這種喔 這個漲勢呢 已經要結束的跡象喔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每次台股呢 這個來到漲勢要結束的時候 通常都伴隨著融資大增 那我們看這一次整個大盤 擋了1500點左右 融資都幾乎都沒有進來 對 都在旁邊觀望 那所以這一波往上面拉升上去 基本上都是多頭主力大戶進去的 那散戶沒有進來 那多頭主力大戶 他們買了那麼多 他們也沒辦法出貨 所以未來呢 基本上一定會有一波 震盪完以後呢 一定會有一波呢 那麼拉抬上去 然後才可以讓融資增加 那如果我們從順勢操作的邏輯 也就是說 即便現在碰到了類似有壓力線 或者說賣壓開始出清 我們也不宜轉空囉 也就是說現在反而是 如果稍微有所震盪 反而應該挑選一些 不錯具有前瞻力的股票 開始進行佈局喔 那對 現在這個行情如果有震盪拉回 認為都還是要站在買方 因為它還沒有走完 那因為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市場上大家 不之前往下跌 大家是擔心這個 這個通膨的問題 但是通膨現在已經趨緩了 所以市場上目前 力度的消息越來越多 尤其看昨天站上的季線以後 市場上本來偏空的言論 現在開始慢慢的有一點 漸漸的中性偏多了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呢 基本上那麼融資呢 我看慢慢也會開始增加 因為市場上的這個 通常這個散戶是比較落後性的 他們會等到行情真的漲一波上去 他們才會比較安心的進場 那進場完以後呢 通常都知道融資到高檔去以後 才會出現正式的頭部下殺 OK 那網通股的部分就值得觀察了 因為過去一個月 其實網通股的走勢 算是十分亮麗的喔 那好不容易 在過去幾個交易就開始有所回檔了 也就是說 這一種還明顯在多頭氛圍 甚至整個技術線型呢 明顯漂亮於大盤的股票 這個時候回檔 我們是可以佈局的嗎 那如果 如果趨勢反而不符合我們市場的預期 反而的確碰到壓力之後 開始大盤整體向下的話 這個時候我們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指標 來確定自己的停損會結 好 我想喔 我們看到這個網通族群 你可以看到 它這波能夠先往上漲 還是知道原因是 它的整個營收其實業績都在往上做成長 基本面在支撐 對 基本面在支撐的 不但庫存低 然後基本面又在支撐 所以就是說現在是7月份 那7月份的營收公不出來 現在8月嘛對不對 接下來9月份呢 如果它的營收還是持續往上成長的話 我們一估其實下半年 這個網通族群應該還是持續成長的 那只是說近期它拉回是因為 短線上技術面的一個修正 所以像這種各有基本上 我們會看到技術面 我們會以這個月線 來當作一個支撐點 基本上它只要沒有跌破月線的話 它應該都屬於多頭的趨勢 那這條是季線的 其實季線比較遠 所以我們不可能設這麼遠來當一個停損點 那月線來講的話比較近 那或者是你這個低點 就是它拉回一個低點的支撐點 因為它每次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它其實它拉回呢 這個點都有個支撐 那這次突破上去呢 它可能又是一個震盪的模式 震盪走高的模式 那也就像這種個股來講的話 網通族群呢 就是以這兩個股先做一個當作指標 如果這兩個股沒有死的話 那我認為其他的網通股 應該都屬於一個 還持續會震盪走高的模式 那包括像是中壘啦 也是一樣 也是先突破上去 那這兩個股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 那它的這個法人買很多 法人買非常多 那這一波是法人拉上去的 那法人拉上去的 那那那去完以後呢 其實我們觀察籌碼呢 目前融資也沒有 所謂的大幅度的增加 甚至還往下拉回 那只是說 一拉回的時候呢 融資開始增加起來了 不過整個形態上 我們發現到這個是個底部形態 而且月線是往上 那我們知道這個季線呢 它是一個多空線 景氣多空線 只要季線是翻揚往上的 代表這家公司的景氣 還是翻揚向上的 像這種各個呢 拉回一旦亮素的時候 可以留意呢 低階的一個買點 那如果是從融資源的角度來觀察 那像是6285的起跡 那現在融資源就不太高了 反而等於是說 籌碼相對比較乾淨 更具有一波拉抬空間嗎 對 像這種齁 持續震盪往上走高的過程裡面 融資都沒有再增加了股票 那這裡呢 你看這裡有爆出個大量 因為它前面都沒有成交量嘛 表示這個地方基本上 籌碼是相當安定的 那往上面做突破上去有大量 表示呢有多頭主力進場 做拉抬的動作 那現在拉回又亮縮了 所以很明顯 它在一個多方的一個 這個量價結構健康的情況之下 因為上漲有量下跌沒量 那這種情況之下 表示它後面應該都還會有高點 所以像這種各個基本上拉回呢 它只要沒有跌破這一根 長紅棒的1.2的位置區 它應該還是有往上挑戰的空間 那智邦來講的話也是一樣 智邦像是網通股的話 它也是股價先創新要上去 我們觀察它的籌碼也是 最近法案已經買了很多 那法案其實在這一波呢 他們布局的標的呢 基本上網通股他們買了非常多 還有工業電腦也買了很多 那網通股來講的話 我們也是看到這兩個 用技術面的操作 它這個趨勢線沒有跌破的話 它應該後面震盪還是有往上的實力 OK 那如果我們這樣的角度來做觀察 等於是網通股的操作借鏡 其實目前還在一個多頭氛圍 我們是等待稍微有所回檔 佔到它的支撐的時候 反而可以有新一波的拉抬 這個是屬於短線操作的部分 但是我們剛才也聊到說 整個大盤很有可能 本輪的最低點已經見到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從長線布局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也是一個差不多的時間點 可是問題是現在利空不斷出來 當然有一點利空來徹底的味道 有時候利空某種程度就是利多 有好的成本價才可以做一個中長期的部件 最近尤其是上禮拜華碩的法說 其實已經暗示了全台灣所有電子 不管是代空廠還是品牌商 本身庫存過高的疑惑 那現在整體華碩股價在貼息持續狀況底下 我們也看到了庫存水位的高升 至少要調整到明年第一季 那這個時候 你看華碩過去幾年的配息 也大概有4% 5% 同級也是 現在已經來到8% 9%了 如果這個時機點我們來做介入 做一個中長期的部件 它是一個划算的成本價嗎 我們用中長期來思考 今年會見到華碩的最低點嗎 好 華碩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像PC族群的話 基本上不管是聯想的華碩的 包括像人寶廣達 他們對未來的看法都比較悲觀 對 最主要原因他們庫存的話 還是居高不下 那甚至有些說到明年第一季 甚至有些說到明年下半年 庫存才會消化 那通常如果說消化來 要消化這個所謂的庫存來講 如果是到明年第一季的話 那股價通常都會領先第一季來做打底 也就是說如果是今年第四季庫存消化完的 大概第三季就見到底部了 如果說明年第一季才消化庫存完的話 那今年第四季才會見到底部 那我們預估大概第三季第四季應該 這些所謂的PC族群應該都會差不多見到底部了 那近期我們可以發現到 像華碩它的月營的時候 它衰退的非常嚴重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去年本來一整年還可以賺59塊錢 今年上半年只賺16塊錢 所以今年可能賺到大概30塊附近 可以比去年衰退量一半左右 當然股價反應在股價 就是持續的往下面做一個拉回 我們看一下它的股價 它的股價你看到這個地方是不是一條季線 它每次碰到季線就搭下來 所以季線它季線往下壓 季線我們剛才有講過 是個景氣的多空線 那季線就往下表示 這一檔個股的景氣 基本上它的基本面是屬於往偏空的 那最近在往下殺 當然是因為有利空消息 但是這個利空消息 往下殺在過程面它居然有量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表示說 雖然有人看到這個利空消息 在往下擊殺 但是也有人在做承接 那做承接的基本上 應該就是所謂說 比較放中長期的 因為它會來 你說它大漲比較不可能 因為它這個利空消息 這個庫存問題還需要做化解 所以但是它跌升以後 它低檔區出現一個量價背離完以後 它應該會在這邊慢慢做主體的動作 那你說它要往上面漲的話 可能需要時間 所以像這種個股的話 我認為說 短線上跌升 倒是不用去做急殺 因為有利空稍微不太跌的情況 跌幅也開始慢慢縮小 不用再做一個短線上殺跌動作 但是你說買進它的話 可能要抱滿久 因為它要大漲 這個機率也不大 所以像這種個股來講的話 那我們會建議資金 如果你要做有效率的資金的話 轉移的話 還是建議做換股操作 那包括像宏基也是一樣 它的季線也是往下 那它股價呢 這個地方比滑速還好 它還沒有破底 所以它目前也是在做一個利空 在做打底的動作 像這種個股呢 基本上來講 沒有破這個前波底點 基本上應該都屬於一個震盪打底的模式 那股價可能也漲不太動 但是你說它再往下大跌空間應該也不大 OK 品牌股是真的比較弱了 可是如果我們看ODM的代工廠 其實過去往年的配息表現也不錯 那近期股價是才剛剛跌破季線而已 如果按照擴存循環週期來看的話 那品牌商的擴存都報表了 遲早會影響到代工廠的嗎 那是不是代表著說 當它跌破季線 如果大盤沒有做一個持續的拉抬的話 基本上這些代工廠 可能都有更便宜的位階可以來做資金的建償 對 我們如果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股價也是跌破季線玩意後 它有先做一波拉抬上去 所以它技術面這個地方 已經有點類似像一個多 慢慢走多的形態了 因為它這個拉回它沒有再破低點的話 表示它這個地方是低點是墊高上去的 但今天又回來了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股票 我們認為它也是一樣在做打底的動作 這個都需要時間 那我們等它時間到個段落完以後 再做介入會比較好 OK 那人保也是一樣 那這個都需要時間打底 大家都 技術線都沒辦法站上去 那技術線基本上要先站上去 它才有機會走一波 OK 所以我們這樣子看 你像是昨天四川傳出限電措施 很多不管是人保廣達 甚至紅海 都會可能停工六天到二十天 那我好奇這件事情到底是一個好消息 還壞消息 因為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手上庫存都很多 你幾天不生產也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們也很清楚整個台北股市所遭受到 今年以來高庫存的衝擊 過去兩年受惠於電子產品的一個輸出 過去一年呢 則是開始進行庫存的一個強迫的一個消耗 那在與此同時 好奇陳老師會覺得說 本輪的這種景氣的下行區間 我們什麼時候會看到一個終點呢 我們當然很清楚 現在經濟還是不好啦 但股價已經提前反應未來經濟會好嘛 那現在我們對於整個 總體經濟的貨幣的基調 是什麼原因讓大家覺得 現在可以開始樂觀了呢 是因為降息潮要開始了嗎 還是認為其實最慘的庫存水位 也不過就在明年一季度即將見到而已 其實這次庫存拉高 最重要是因為消費力道的減緩 那消費力道減緩呢 是因為通膨的關係 那通膨呢 又是因為升息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 近期呢 我們看到最近的這個石油啦 包括一些原物料都開始往下掉了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升息可能會慢慢的出現減緩 甚至呢可能到明年會降息 那麼一旦出現降息的話呢 消費的力道就會開始回升 所以很多情況可能股價會先行反應 所以我們認為像這種PC族群的個股 可能需要時間來把它消化 但是呢可能會比大家想的還要來得快 OK 所以我們認為還是可以來做一個 逢低布局的動作 OK 等於說今年反而是在整個庫存循環當中 它可能是一個起漲點的位階了 剛剛開始進行庫存上的一個調整嘛 那股價可能未來 又要開啟新一波的牛市 其實庫存週期就是這樣子啦 18年、15年、11年 每隔3到4年都會有正常的庫存循環的調整 能不能掌握到契機 投資在一個起漲點呢 到時候就要考驗各位投資朋友的能力了 那投資朋友如果有更多的興趣和想法 你可以加入陳老師的Light at 以及YouTube官方頻道 裡頭除了有一些總體經濟相關的知識 產業的訊息 以及個股上的研究 都會在這邊提供給各位 做一些參考和借金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晚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和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台股大人秀再相見了 感謝陳老師 感謝各位